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今儿个好消息不多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寻找 努力的挖掘 因为现在是一个治安时刻 我们都是有限的人 我们需要一些好消息 安慰人心 这个东西是前有可原的 我们都不要假装理中课 假装自己很坚定 这个时候一个好消息 真的是让人破提微笑 是吧 这个词可以用上来 所以我想了一个有趣的标题 叫难得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 当然是有一个退休老将军 之前我们说过的 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将军 他说他看见了南希婆罗西 南希婆罗西 老巫婆老妖婆 她的电脑里面的内容 有很多惊人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看见了 老妖婆这两天是失心疯了 上船下跳 完全不顾宪法 很多个宪法专家 很多个大学教授 很多个议员都说 你这么搞不合法 但是他还是要明天 要开始要那个什么 要在川普只有十来天了 还是要弹劾川普 这个东西创造了一个记录 明天我们再关注 普罗西老妖婆干什么 但是老将军的话 让人非常的感振奋 他说他已经看见了电脑里面的内容 不多久你们都会看见 整个世界都会惊讶 讲得很好 这是个好消息 越是疯狂的时候 就越是他们的末日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说的是 现在有信心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至暗时刻 这个抬头看天上的暗淡的 心心的人越来越少了 真的是 很多个基督徒也不行了 所以我其实是很感慨的 无比的感慨 真的 但是我看见老将军说的话 他是在这个视频里面 说的是清清楚楚的 我还是蛮感慨的 我们这些人真的很可怜 还是圣经里的话 真的圣经里的叙述 真的是 耶稣已经都埋到坟墓里面了 所有人都不相信他能复活 谁信呢 你想想人都已经埋了 你还相信他复活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是不是 还有耶稣已经复活了 然后他的门头多吗 还是不信 不可能 你让我摸一摸你 你看看没有 知识分子 说我是知识分子 我要的是事实 结果耶稣说的一句话 你看见了才信 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 那才叫有福 一下子把我们所有人都打倒在地了 以前都这些故事 因为你没有具体的当下的细节 和人心的那种幽暗的这个故事 然后把我们带入一个场景 是吧 因为我有时候我写文章的时候 有时候稳妥妥的用一些专一的词 就是你没有那种情景理性 就是你不在一个情景里面 你是根本理解不了耶稣说什么的 因为你没有那种感受 没有那种现实的撞击 你也就是背一句圣经的话语而已 你背背了以后 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 知道吗 我看很多个基督徒都没信心了 但是有一些人挺有信心的 真的我特别高兴 我现在在网上刷的时候 我就看到底哪些人 在这个治安时刻还有信心 我发现我的频道里面有很多人 虽然眼含泪化 但是还有信心 所以我要把这样的第一个好消息 带给你们 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成败上面 而是建立在对那个价值 对我们的信仰的磕首上面 一定要守住灵魂的底线 否则的话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是第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难得的好消息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蓬佩奥 我陈志伟那天讲的是什么 男子还大丈夫 绝对是共产党的人类公敌 蓬佩奥今天又有两个事情特别的给力 第一个事情他在推特上面发了一个川普的照片 然后配上川普说过一句话 而且是川普照片是把手放在胸口 对着国企的照片 非常的令人动容 那蓬佩奥说什么呢 蓬佩奥说 在我们心中 我们必须保持美国优先 在我们的灵魂里 我们必须保持自由永存 你知道吗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 这个话是非常的给力的 说明蓬佩奥完全没有放弃他的信念 说明他完全没有 让自己掉进一个黑暗的窟窿里面 然后在那里哭哭啼啼 然后在那里卷铺开走人 然后在那里放弃 很多个垃圾政客都已经放弃了 甚至都已经背叛了 但是我们看见蓬佩奥还是在那里充满了信心 他这句话里面有很有内容 首先第一 他再次提到了美国优先 你要知道这是川普过去4年以来 执政的最大的一个政策理念 美国优先 说明他认可这样的东西 而且这个美国优先 绝对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经济政策 和一个政治政策 我觉得非常的棒 真的是 第二个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灵魂里 我们必须保持自由永存 自由啊 是不是 我们的自由是来自于上帝 真理让人得自由 你要知道是这个怒子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无论是从价值观层面 还是从现行的经济政策层面 蓬佩奥这句话就说明 他无条件的站在川普这一边 无条件的欣赏和赞美川普的 这四年来的工作 这是很了不起的 这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 是不是 真的是 而且我说说点这个推测的话 蓬佩奥这样的一个 见过大失眠的人 他此时此刻都没有放弃他的信念 都如此的有信心 如此乐观 在最黑暗的时候 有一种喜乐的心态 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说的一个词 是吧 喜乐的心态 你我有什么在一起哀声叹气 愁眉苦脸的 笑起来 虽然你的脸上有泪化 虽然你的心里有愁苦 但是请你笑起来 蓬佩奥做的第二个有趣的一个表态 我称之后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就是他在推特上 还是在推特上放了个照片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女孩 在她爸爸的指挥下 在她爸爸的教导下 在使用一支步枪 然后他写了一句话 就是说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训练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打枪 你说这个东西在这样的黑暗的时刻 在这样的魔鬼和恶人如此凶残的时刻 你说我们的国务卿 我们的大丈夫蓬佩奥 他说这句话他什么意思 你以为他随便说的吗 你以为他不懂政治吗 你以为他没见过世面 你以为他比我们没我们聪明吗 我觉得能够说明很多个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一惊一扎 不要我们顺着我们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心心满满 一旦跟我们的意思不太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垂头丧气 这太low了真的太low了 我看网上有一个大哥 叫李杰老师 我觉得他也不是个基督徒 但是他表现出非常坚定的 这种信念 勇气和信心 比我们很多所谓的基督徒都强 真的 我很感慨的 真的我刚刚转转了他的推文 我觉得他其实是个超级优秀的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 他其实相当相当有个性的 文章写的漂亮极了 他如果不离开中国 他一定是在中国最一线的 排名最一流的文学批评家 真的是 文化学者文学批评家 文比我好 这个价值观又对 而且是文思路全勇 非常好的一个大哥 你看他太你跟他说基督信仰的话 他不见得有兴趣 可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 他的信心比我们很多信上帝的基督徒 要强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 这是第二个好信息 来自于 来自于那谁 来自于蓬佩奥的 有两个好消息 等于加上之前老将军的 有三个好消息了 是吧 第四个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川普总统 我有一个网站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一直在看他们的网站 是一个叫做什么网站 AP News 你们可以AP News 你们可以去上帝 顿多一下去看一看 所以这是一个川普他们团队 自己办的一个网站 你进去你输一下你的email 他会定期的跟你发送相关的信息 川普这个时候并没有像我们 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一样 然后哭哭啼啼的 爱声叹气的 他这个时候 是放出了一个好消息 说川普总统将会访问美墨边境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墨边境 他去看一看什么 去看边境墙嘛 然后他新闻是这样写的 说这个周六白宫表示 预计这个川普总统将在周二 前往美墨边境 以凸显其政府在边境墙上的工作 川普总统将前往 德克萨斯的阿姆拉镇 他将在有标志性的长达400英里边界墙的完工 以及他的政府为改革白宫所描述的国家破碎的移民体系所做出的种种的努力 所以你发现川普总统虽然这个任期只有10天了 今天都几号了 我看看今天都已经 哎呦都10号了对吧 然后满打满散也就是10天了 而且中途还有两个休息日 是吧 所以他其实只有8天了 他还在认真的工作 还在去南方去看他的边境墙 还在为美国人民工作 你说他如此的有信心 一点都没有腿套的表现 一点都没有这个什么惊慌失措的表现 你说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就没有信心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反思 跟一般的人我们讲不通 但是我知道听我节目的人很多都是基督徒 有的有的基督徒很好的 你比如刚才有一个基督徒 在我的一篇文章下面留言 他的批评 也不叫批评 叫提醒我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因为大家知道我说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故意会说一两句粗话 我说实话 这是我有意为之 我不想在别人面前 表现出我是一个谦贤君子 是一个温润如玉 是一个玉树临风 是一个谈吐高雅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很装你知道吗 中国有一句话 叫心里一万头草你马肯过 他说心里 有些人表面上不说 知道吧 有些人他的确比我说的好 他就是不说 但是不说不代表你心里没有 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 你说什么叫淫乱呢 是不是 耶稣讲的你看见一个女子 你心里如果想跟她有淫乱 你就已经淫乱了 你根本不用说 你也不用做 你不用做 是不是 你只要心里想 你就是了 你想想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男人 我太了解女孩子看见她心中的男人 她那种心里心里冲动 当然我们这种脸皮一张二寸厚的男人 看见美女我们心里一万头的无耻的想法 就像洪水一样巩固 那更是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 所以但是我还是感谢她 为什么呢 因为她提醒我 哎呀歌洛西书里面说来着 不要说错话 因为不容要上帝嘛 但是我有意识的释放出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彭斯多美呀 是不是 我现在才明白了 彭斯这个人 我可以基本上肯定的告诉你 我看到了很多英文的信息 彭斯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么一个犹大的形象 除了她自己有可能有很多把柄 在这个deep state身上 在暗黑政府那里有把柄被操纵了 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她老婆不是个东西 真的 她老婆非常不喜欢川普 真的 她老婆说了算 彭斯在家里是一个气管炎 是这么一个路子 那我们读生今天都知道 那丈夫是头啊 是不是 这个东西 你如果信奉这样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那你一定是这样子的 在最关键的时刻 那你一定是丈夫是头啊 是不是 这个东西 很多人他尤其是进步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 他不理解这一点 尤其是所谓的女权主义者 不理解的一点 但是你我是基督徒 我们就是 你我们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当我看见丈夫是头的时候 我就是一种脑蚕食的相信 既然圣经这么说 那肯定是对的 如果我理解不了 一定是我错的 就这么简单 否则她说这句话干嘛 是不是 否则我为什么要信仰她 如果我认为她这句话说的不对 那ok我不要信仰了 我干嘛 我把神经给扔了 扔了我去该干嘛干嘛去 是不是 这就是我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说说一扯就扯远了 就讲说 我是希望自己不要搞得像约布群一样 也不要搞得像彭斯一样 特别的让遗憾你知道吗 挺没意思的 我就说话说 说一激动了以后又咳嗽 嗓子痒 继续说好消息 第五个好消息 来自于林伍德 林伍德在趴着人上面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也是个好消息 他说我可以坦率地说 我现在感觉到川普总统的痛苦 因为我不完美 但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说出真相 我现在已经被许多个朋友 甚至家庭成员指责和攻击 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 如果你跟随耶稣 你将被迫害 因此当人们背叛深深的伤害我 我能理解 我要继续说出真相 无所畏惧 我的信心不会动摇 你看人家林伍德也是见过大师面的人 人家无论宋哪个方面都比我们要怎么说呢 条件好得多 是不是 比你我有名 比你我有钱 比你我潇洒 比你我经历的事多 是吧 比你我有见识 为人家为什么就在这样时刻 还说我信心不动摇 还在那里 在圣经 在这个partner里面抄圣经 真的是 我觉得我很感动 还是那句话 我这期节目虽然是给大家带来难得好消息 但是最大的好消息 还是我希望大家都有信心 如果你有信心 我有信心 这个实际不会差的 真的 这是第六个好消息 最后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转站的partner 还有一个网站叫gab gab.com 你们可以去注册 有点慢 但是很好那个网站 他这个老板是个坚定的基督徒和保守主义者 你看人家美国的保守主义者 而且人家是一个公司 是一个创业的项目 一般意义上你要创业的话 你一定要是中国有句老婆叫和其身材 你何必呢 你创业的目的是 我有时候我来赚钱 是不是 他现在遇到整个大科技公司的逼迫和打压 但是他一点都不改旗帜 一点都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信仰 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然后我注册这个网站以后不到一个小时 我就收到他很长的一封邮件 里面详细描述了 他此时此刻面对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他说 他说我们7500万人 那是不会离去的 事实上我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 然后他也发布了一个视频 讲述自己办社交平台的原因 他也被推特脸书禁言过 所以他自己也要创业要创建一个平台 而且他的服务器 他的硬件全是自主的 不受其他左派大科技公司的控制 所以他欢迎所有的爱国者的过去 在那里自由的发出自己自由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哥们的话 JAB的老板 真的是非常的棒 事实上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我们7500万人是永远不会离开的 这就是我给大家带领的男的的好消息 一定要有信心 越是黑暗的时候越是要信心 我再说一句话 真的是 否则我们活不下去的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人生的脑苦愁烦 很多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实 会扑面而来 如果这一仗你打不过去 你的信心垮了 你的人生就垮了 你的生命就垮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